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resident Palen 我是President Sajang 欸 你不用進來畫面裡面嗎 我之前剪影片我露臉的部分 要打馬賽克真的是搞死我 所以我這一次的話絕對不要入見 那今天呢是我們久違的 Sajang先生搞日語的時間 久違的出外景 我們這次來到台灣聚集最多日本人的地方 為什麼這邊這麼多日本人 為什麼這邊這麼多日本人 嗯 該不會是 好吧 有一部分是你所想的那樣 但是其實 這個區域啊 在以前日治時期的時候 就已經被規劃成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喔 我聽到這個以前叫 大鎮田 台修洲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林森北路區域 在日治時期是被稱作 大鎮田 台修洲 這個區域對應現在的道路就是 南京東路以南 市民大道以北 中山北路以東 新勝北路以西 裡頭呢 分別被劃分為1至10條通 那為什麼只標出1至8條通呢 因為這個劃完以後才發現擠不下了 他們在這裡 還有大概在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一條中條通 所以呢 全台都被日本人統治啊 為什麼 台北中山區現在成為日本人 聚集最多的地方呢 是因為這本導覽書嗎 嗯 或許吧 日治時期五六七八條通 是日本高官的高級住宅區 光復過後 有庭院的房舍被官員跟名流購等 5060年代過後 日本觀光客來台灣重溫當時的光陰 所以開始出現了居酒屋 料理店 和賓館服飾店等等 原本寧靜的住宅區 就變成了繁華的商業區 而在不久過後 北投展開了一波取締酒店的行動 結果 業者們就轉移正地來到林森北路 所以這裡就變成了 南門與日本的天堂 好 當然啦 今天我們不是要來介紹 林森北路的歷史 而是要來介紹 路次在日本都不會迷路的 實用會話喔 那路次要先解決第一樣問題就是 前後左右 通常路次都沒有什麼方向感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前後左右的日文 首先是前 日文叫前 前 後 後的日文叫 後 後 後 左 左 左的日文叫 左 右 右 右的日文叫 右 右 好 那只要記得自己一個大字 應該可以理解自己在哪一個位置 可是呢 通常迷路的人 像我 那都會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自己在哪裡的日文 就叫 這裡是哪裡 就是這裡是哪裡的意思 如果我要問日本人 請問一下酒店怎麼去 嗯嗯 那我該怎麼說呢 酒店 你說的酒店是住的酒店還是 幹嘛的酒店 當然是住的酒店啊 好 那住的那個酒店日文就叫 酒店是哪裡 酒店是哪裡 那應該有注意到這個巨型呢 就跟剛剛的 這裡是哪裡 一樣 就是 哪裡哪裡 在哪裡 把前面電換掉 你都可以問 呃 什麼東西在哪裡 所以這個很好用 那我們都知道日本的這個地下鐵啊 非常的複雜 那如果我今天要從大阪 到京都的話 好像要轉成蠻多的車種的 我該怎麼問呢 問我們日文是講說 大阪から京都まで 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大阪から京都まで 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點點點から 點點まで 這個就是 從點點點到點點的日文 然後 どうやって 它等於英文的號 就是怎麼做的意思 好 所以是說 從大阪到京都 要怎麼搭 才會到達的意思 那這個回答是 是 大阪駅 JR京都線 新大阪駅 新幹線 乘換 京都駅 靠也太長了吧 有這麼難去是不是 沒有啊 我剛剛講的比較詳細 我說 從大阪站 搭JR京都線 在新大阪站 換新幹線 就可以到京都了 這邊有一個重要的單字是 換車的日文 換車的日文 叫 這個是換車的動詞 那如果日本人回答我說 從這邊直走 第二個紅綠燈左轉 看到便利商店以後 右轉 就到了 那這樣他會怎麼跟我講 好 那這個日文是 こ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 二つ目の信号を 左に曲がれば コンビニが見えます そこを右に曲がれば つきますよ 好長 那這邊有一個重要的日文 剛剛我講說 這邊直直走 那直直的日文 就叫まっすぐ まっすぐ 然後我們要講說 往哪邊轉 我們剛剛有講這個 左右的日文 那剛剛第一個是 往左轉 左に曲が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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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剛剛講的第二個紅綠燈 就叫 二つ目の信号 二つ目の信号 那聽到什麼什麼め 這個是第幾 的那個意思 那第二個紅綠燈 好 那剛剛說 會看到便利商店對不對 那看到的日文就叫 見えます 見えます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佩倫來驗授一下成果 等一下全部結束之後 我會叫你再重講一次 我們剛剛講的你有沒有記得這樣 不行 我真的不會念 那個好長喔 那也太長了 那你這個回答不用 這是起碼問的 你也會問 那我們就先從最簡單的前後左右 你複習一下 前怎麼講 前 後 左 右 好我自己再重複一次 前的話是前 左的話是 右 左是左 左 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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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左 左 左 後 後 那再來是句子的部分 那這裡是哪裡的日文記得怎麼念嗎 嗯 對 好 那第二個是 飯店在哪裡 ホテルはどこですか 嗯 那第三個 從大阪到京都要怎麼走 好 啊 怎樣 這個不是你問我的嗎 剛剛回答你 你現在一下就忘記了 那個 大阪 從大阪到京都 待會怎麼走 行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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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不行 再一次 再順一次 大阪 所以,在京都等著,怎麼做呢? 對,哇,終於 我覺得,我覺得根本就有那個APP可以用 我幹嘛要這樣自己問路 我去買網路就好了 還是會用到的好不好 還是會啊,萬一你有沒有網路怎麼辦 對不對? 我還是去乖乖下載APP就好了 我覺得這根本不是路視專用嘛 這根本就是日文好的人才可以在日本生存 沒有,這已經是基本的日文繪畫了 好,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嗎?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,按鈴鐺 我們每次有新的影片的時候會通知你喔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,你都可以看看 那我們還有Facebook、Instagram等等 會用中日文每天介紹中日的資訊 那我們下集再見,掰掰 掰掰 哼哼哼 ですね 有點滅油 搜出來 哦 好